就是自己想像的嘛 那偏偏你知道最麻煩就在於 人家所丟出來的東西 真的有一部分是事實 就像這個一起出遊 這件事是事實 那然後這個有六百萬也是事實 韓伴說是投資商業行為 那只是說我們就比較好奇 是投資還是出遊 因為五六次LED要去考察 所以投資LED需要去考察五六次嗎 還是說這當中有出遊的成分 這個讓人家好奇的在這邊 他到底是投資很多項目要做選擇 所以出遊五六次 還是單純就為了這個LED 他就跑了五六趟 那如果是為了這個LED跑五六趟 說實話一般也會覺得不合理 因為他不是投資金額很高 他投資金額是六百萬 那你光是五六趟 你要想說光是這兩個人的旅費 大概就去掉這五六百萬 可能大概就占了其中相當大的比例 所以這種狀況一般來說不合理 我為了這六百萬投資 然後我花了六七十萬 然後出國五六趟 這怎麼看你就會覺得 你會留下更多的問號 很多的疑問 來美美姐你要補充 我先講 有這間LED嗎 我從頭到尾都說有這間LED公司嗎 為什麼我這樣問 很簡單 你單單一個無中生有的追蹤器 都可以說有的好像真的一樣 沒有就說好像有的 那如果真的有這間LED公司 會不懂得危機處理嗎 會不懂得把第一時間就把它列出來嗎 我買過哪些房子 我乾脆時間地點都說出來 為什麼到今天LED你不告訴我們 這第一點 我們的疑問 很簡單 你投資哪一家 你一定有金流 哪一間公司 怎麼錢怎麼進怎麼出 時間點 工作於是就好了嘛 就這麼簡單 到今天我沒看到 所以大家會說LED是因為 王小姐跟他會有任何商務考察 你真的想不出來 就只有那間LED 這第一個 第二個五六次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就只為了看LED嗎 還是怎麼樣子 你們到底是去考察哪一間公司 去到哪些地方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每一次都團進團出 是嗎 哪些人跟你團進團出 他講了半定就趙東舟 趙東舟五六次都去嗎 那出入境紀錄也可以看嘛 好再來 更奇怪了 如果是LED的話 考察了五六次的趙東舟不投資 沒看到人的黃文才來投資 你覺得合理嗎 好 所以在這裡面老實說 這是像漱口碑一樣 我都不曉得王小姐看完這些會不會抓狂 漱口碑是在講誰 是在講什麼 會不會有人像漱口碑一樣被吐掉 會不會是這樣子 會不會到時候更精 王小姐可能覺得自己是被漱掉的 更精采的出來 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得出來就說 在這一切 這整個過程當中有太多的疑雲了 那我也必須要講 我也合理的懷疑就是說 老說我對李嘉芬女士 同為女人 我心中是其實對她是很不捨的 那大家都認為說她最近出國去 應該心情不是太好 可能是去散心可能是怎麼樣 但是有一種可能 一方面散心 二方面老說留在國內面對媒體 你叫她怎麼講也很為難她 三方面募款 這募款裡頭可能包含什麼成分 各位來想一想 如果今天黃國瑜 居然可以600萬挪出去 李嘉芬都不知道 那麼募款要不要李嘉芬親自去募 否則有多少的私房錢都怎麼樣 你會知道嗎 那就只有這一筆私房錢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的是 這個裡面疑雲重重 但是韓半必重就輕 而且是話點到為止 而且是不敢面對 因為是到底後面還有多少東西 不知道 那這裡面一定是局內人的爆料 那為什麼局內人要做這些爆料 為什麼 恐怕這也是韓國瑜先生要問問自己的 但是最後我只要講 你再怎麼樣的轉移焦點 你再怎麼樣說 這個是我們再怎麼憑空想像 又或者說硬拗到底 或是孵蛋 或是弄一大堆的理由 要來避重就輕 可是這件事情啊 誠實是上策 我坦白說 選民很多的時候 我記得去年韓國瑜選的時候 他也說他說年少輕狂過 大概這個意思嘛 大監獄給他機會 因為覺得你夠坦白 你夠坦率 台灣人是溫厚善良的 如果你願意過去做錯什麼 可是你願意改 我們都願意給你機會 可是今天面對這些問題 你從頭到尾 你所有事情的態度是 你以受害者自居 你罵媒體 你質疑所有質疑你的人 然後說大家無中生有 可是你不亦誠實面對 那到最後人民的 這個裁判 人民的選擇 我就到最後1月11號 那一天就會答案公布了 再來關心國民黨 連續兩天指控蔡政府 對民眾查水表 找來三位自稱是受害人 在鏡頭前聲淚俱下 來看VCR 我假如沒有出來的話 請你 請你跟我兒子講 我被關起來了 一頭灰白的陳小姐聲淚俱下 氣宿自己 只因為轉貼了立院質詢影音 就被警方和地監署約談 罪名還是觸犯農業金融法 另一位戴口罩的李小姐 相信母親被傳喚 更是氣憤不已 我媽媽就在新聞啊 或者是網路上 可能就看到了這個 有關於中選會 有可能會作弊的消息 那作弊的方法就是 會用游信印尼 讓頭2號韓國瑜的選票 變成廢票 所以我媽媽就在 她自己的臉書上寫說 那大家去投票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的吹乾印尼 警察開著警車 到我們家來 要送通知書給我媽 都已經道歉跟刪文了 這樣還要上法院嗎 我們就是只是轉發 也沒有什麼惡意 那我們沒有想到 會有這樣子的結果出現 而這位朱小姐 則是因為轉發 中國男子王立強 和民進黨副秘書長 林非凡的假合照 遭到關切 藍營接著報 民眾被偵訊後 被要求加入 名為Michael Penn的查證群組 把資訊傳入 以正視聽 國民黨一口氣 招來三個案例的當事人 或代表現身說法 控訴國家機器動個不停 好 我們看到這兩天 其實國民黨黨中央炮火猛烈 反而是韓國瑜主帥 沒有形成 好 那黨中央這兩天 在狂打這個反滲透法 就說是綠色恐怖 人人自為 包括就說 台大教授蘇宏達 因為評論 故宮館藏南籤的政策 因為他說 這個什麼故宮 2020將要閉館三年 這樣的一個訊息 其實這個訊息 就是不對 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所以這樣的情況被約談 那所以不能約談嗎 不能夠去了解嗎 錯誤的訊息 可以這樣一直講嗎 這算是言論自由嗎 再來我們看到 國民黨就召開記者會 就說這個什麼 因為有人轉傳 王立強跟林非凡的假合照 就遭到舉發了 所以還有包括中選會 這兩天 也有人在傳說 什麼要用什麼 游信的風鈴 也被約一旬 所以有民眾 就被警察找上門了 他們就很擔心 很害怕 就哭訴 所以他們說這是 前置言論自由 是這樣子嗎 來 仁俊怎麼看 我其實還認為言論自由 是不能夠無限上綱 即便是我們現在 在評論臺上面 有講錯 我們也常常 經到也接到很多人 跟我們講說 你說不對 我們要跟你告 結果後來證明 我們是對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當然每一個人在評論 你有言論自由 這個沒有問題 但你剛剛特別提到 有幾個被約談的 或者什麼的 他的前提是 他放的那個東西 叫做假新聞 即便是立法委員表示說 他有言論免責權 那也不好意思 只有在問政的時候 而且地點要在立法院裡面 你出去外面 你講的任何的東西 不代表你永遠 無限上綱 擁有言論免責權 對 必須要去自己負這個責任 包含到轉貼訊息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當然如果說 只是因為說這些被約談 我覺得其實被約談 是讓你有一個機會澄清 他說不然我真的 我直接跟你抓去 你不是覺得莫名其妙 他要去問一下說 你的東西從哪邊來 你是轉貼 複製 還是誰誰給你的 這個我老實講 如果要把它無限上綱到說 這個就是被查水表 這個就是怎樣 我其實覺得有點嚴過 所以我覺得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大家對法律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高度關注是好事 我們過去確實 有面臨到一些法 因為在制定的過程當中 他不是那麼的 被大家所熟知 所以產生一些問題 可是現在看起來 是有人刻意要拿這個東西 來製造更多的問題 你說這些被約談 如果他今天莫名其妙 說他坐在家裡 沒什麼事就更用國際 叫他去喝茶喝咖啡 我自己說沒什麼 我只想你 想看你有滴滴嗎 我就把你放回去 我覺得這就是問題大 這就不對 但你剛剛講這些東西 都有說 比如說他製造說 故宮要閉館三年 這個是一個假消息 對 而且他講得非常誇張 說誰在消滅我們的故宮 你所不知道的 民進黨文化大革命 對 嚴過其十 誇大 對 我不相信說警方就是沒在記錄 他就在看看就要去哭了 那個應該會有人去檢舉 還有這個民眾 他就哭訴 他說是怎麼樣 被恐嚇什麼之類的 問題是他傳的訊息 就不對了 但他不想 他說無心的 他說我只是傳一下而已 這說得通嗎 所以我回來了 就是說誰知道你是不是無心 沒人跟你問你後有機會說 那是不是蓄意的 那個警方如果接受調查的時候 他其實會 但我就講就是說 就我所知道的警方 他不會沒事 就是看到什麼言論 就直接給你說 就直接去找你 因為警方也沒有這個權利說 我隨時要去調人家IP或幹嘛的 他要有接貨到報案 他有才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是 來 四伟哥 那現在就是說 到底國民黨是不知道 反滲透法的內容嗎 還是故意要混淆 國民黨怎麼會不知道 反滲透法的一個內容 國民黨的一個立場很清楚 我們抗議不抗爭 為什麼 因為我們同意立這個法 保護我們國家的主權 保護我們人民的安全 這是理所當然 但是我們反對倉促立法 當民意有焦慮 當民意有疑慮的時候 你不能夠輕重緩情分析 那就法條的內容 是不是有曲解了 因為特別你們開記者會 中沛就帶著孩子回娘家探親 這樣也違法嗎 有這樣的疑慮嗎 所以說中將 我們提出這個疑慮的時候 綠營的人士告訴我們什麼 不會隨便定罪 都是教育檢察官 我請問你 當警務人員登門的時候 當你檢察官分他治案 甚至於政治案在查的時候 什麼差不多這半年期間 或者是幾年 他才給你起手沒起手 你這一半年這時間 你就會怕那些 為什麼社會秩序維護法 被這些人 我同意跟他人去講的 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要依法論法 我們要依法行政 你如果說不對的 或者是造謠的 我們都覺得講說 你應該要用法律 造謠不算年論自由 這你們可以認同 但是不要雙重 不要雙重標準 對不對 我們都解釋了 你就裝作樣 你就裝作沒聽見 那我們要說幾篇才會聽 來 世維各位 我請教清華 現在就是說 國民黨召開了記者會 提出一些問題 那是不是外界會覺得 有一點誇張 因為他們說 帶孩子回娘家探親 這是不是違法 中國經商回台捐款 給民進黨 是不是有違法 再來中國親屬 若是政府官員 那獲得對方的紅包 然後回台捐錢給台灣政黨 這是不是有違法的疑慮 照理說 這是不是很清楚 就能夠分辨 還是有故意混淆的嫌疑 你會發現 這就是一種選舉操作 如果這不叫操作 什麼叫操作 這就是那種潑墨水式的操作 就我一次通通把你打黑再說 所以他完全不去管說 這些東西的邏輯 到底對還是不對 反正我就把東西先丟出來再說 因為丟出來之後 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那信者恆信是誰呢 就是他想要爭取 他想要激化成藍綠對立動員之後 他可以拉回來的那些人嘛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尤其是你去看蘇宏達這個案子 蘇宏達這個案子已經是怎麼樣呢 他已經有兩次的過去的紀錄 拿兩次過去的紀錄 第一次是什麼呢 第一次蘇宏達是假罵外交官 然後在蘇啟成上次那個事件的時候呢 他拿這個東西來做評論 但他根本就沒有外交官身份嘛 可是你卻說你是外交官 然後對於台灣的外交 對於民進黨的外交情況大罵了一番 這是第一次哦 第二次是什麼呢 第二次是在2018年11月16號的時候 拿著故宮當時院長陳其南的一些講話 然後把人家講成說 這個之後呢要做民進黨的文化大革命 要消滅故宮 欸這太誇張了 消滅故宮四個字 我請問觀眾朋友 任何人聽到這四個字 難道不嚴重嗎 都很嚴重吧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本質是假的 他就是謠言嘛 但是這個謠言出自一個台大的教授之口 你怎麼看都覺得很奇怪嘛 那你就會問一件事啊 難道我們的社會對於這一類的謠言 都沒有法可以處理嗎 有啊 我們有社會秩序維護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第63條 就已經告訴你散布謠言影響公眾安寧 這件事情是有違反法律的問題的嘛 所以你才會發現 過去政府反而是在這個事情上太消極 才會讓台灣的假新聞太氾濫 所以回顧來講 蘇宏達這個案子只是反映出來說 那一段時間台灣的假新聞真的是很多 然後呢 連知識分子都可以公開的造謠 你想想看 有一個台大教授去講出來說要民進黨政府消滅故宮 我請問這個指控難道不嚴重嗎 然後說這要做一種文化大革命 那他的內容在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還可以幫他背書說 這位台大教授是做有嚴謹的 有學術性的 有科學性的論述 你聽得下去嗎 這個時間講這種話 如果這不是政治操作 什麼才叫政治操作 所以回顧來講 你反而是什麼呢 這個蘇宏達他的行為 那兩個事情 你說在當時的警察局要不要辦 當時其實也應該要辦 只是在於說當時沒有處理 所以現在被人家抓到一個小尾巴 說你這超過兩個月了 你這是事後找人家麻煩 結果呢 現在才知道說 其實因為有一個人去分享 當初蘇宏達這個內容 然後因為時間發生點 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的時候 所以才會這個時間被要求說 警察局要去關心這件事情 但這整件事情 本來這麼單純的處理假新聞 處理謠言的事情 可是現在被放大成為叫做政治事件 在選舉只剩下幾天的時候 這個政治操作的斧著痕跡 不會太明顯嗎 來 郭董哥 國民黨是不知道 是調校的在造謠在入職 我不客氣講 就是因為有蘇宏達這種教授 然後才必須要有反滲透法 今天有一個最大的新聞 就是詐騙集團騙一個老婦人 將軍要兩千萬的黃金金條 報案 詐騙集團假借檢察官 騙老婦人金條 蘇宏達 不能做個外交官 假裝是外交官 在這裡寫文章罵人 兩個誰輕誰重 當然現在是 詐騙集團抓到胖胖形了 可是蘇宏達到底犯了什麼事情 如果說他用這套沒有反滲透法 我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境界調查如果說你不是收到中國那邊 拿錢給你或是塞浪你怎麼做的時候 你來做這些謠 你純粹只是散佈假消息 他必須要經過調查嘛 不然你過去說一句話最好 卻高者豬 卻國者猴的意思就是這樣 頭天問責騙人的 抓到胖形 國家就沒去 所以都沒事 這句話的意思就怕你放在蘇宏達前面可以來舉證 但是有兩個例子剛好 宗教你今天兩個例子 我現在來跟觀眾說明 頭一個是蘇宏達這種東西 他認為民進黨的文化大革命 故宮館長要把消滅替上 影響多大 故宮你當然會出來解釋沒有這些事情 但是你的心態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寫這個新聞 沒有的事情你要寫 第二個是一般的普通庶民 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人家立法委員在國會執行 他有言論免責錢 他可以天馬神公五百幫你執行 但是人家在國會裡面自然會發佈 真正的事情來讓立法委員了解 那你在網路上你自己在那裡 在那裡PO 跟人家說那個不一定在那裡PO的時候 你是犯什麼罪你知道嗎不知道 如果說反省動法 因為你根本跟反省動法就不關係 你只是不了解 因為言論免責錢的反省 所以人家不去抓你 人家給你了解一下 你沒想到人的腮囊 沒有你的事情 但是這兩項事情 誰清誰重 我給觀眾了解一下 如果你如果不了解 你跟人家聽說國民党党 整天麻煩 選擇 我怕你罵得又厲害了 這間報索 他把正南融拿出來 正南融他們既然可以把正南融拿出來 百分之百的言論作為他們的社論 先生董董董事長為了國民党訂一個出版法 他每天嚇人罵 你不可以這樣控制言論 不可以修身關折 你不可以把記者要寫的新聞 來送給你檢查 這怎麼會頂出來 每天臨死不期 他也一樣在美國辦的 美國中國事部 叫國民党送給他 沒關係 沒關係 老類 董事長老類縱橫 跟我們在宣布美國中國事發官 要關掉說老類縱橫 他辦不辦一世人 不能受到很大的無料 但是他有去跟中國拿錢 只要你說 如果現在我去中國 要給美國辦報 我偷一個轉彎 我跟美國 跟中國要錢在那裡繼續辦 你能爛我何 沒有 關掉 回來跟員工 也要留下來 我們沒辦法 我們叫國民党送給他 沒錢 不可以 人家當年辦報 暴露的風鼓是這樣 你今天要傳承人家 不要只拿那個 你要的東西來傳承 你要把人家以前 那個精神拿出來 這個選舉馬上就要到了 那為什麼國民黨 要找出這個民眾 拿出來哭訴 說什麼被約談 那問題是就是說 現在傳出說什麼 中選會使用這個游信印尼 說什麼會害到 什麼二號或怎麼樣 妹妹姐這部分恐怕真的要講清楚 有些人就在那邊一直傳一直傳 謠言還當成是真的 言論自由不能是抹黑造謠者 假言論自由來摧毀言論自由的遮羞布 我講得很重 較像民主開放的社會 不能是讓有心人利用民主開放的社會 變成反民主的溫床與堡壘 這個是我們大家要辯明的 今天蘇宏達教授的事情 大家來看看已經故宮都已經正式聲明說 這個是假消息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居然還可以正正有幫他辯護說 這個是他有嚴謹的科學的論述 科學在哪裡嚴謹在哪裡 人家已經說這是假消息 同樣的中江其實這裡面讓我覺得看到一個很可怕操作的軌跡 這麼多東西就在這麼短的時間點 尤其是反滲透法 剛要通過的前後連續來發生 老實說連我自己都不得不休息 我認為這個是很合理的懷疑 操作痕跡很明顯 我認為這裡面真的有政治操作的 來明妮來 其實我覺得我必須要講一個事實 你說倉促立法真的倉促立法嗎 我其實不認為 因為其實今年在最早 我最早follow這個議題 大概這五月份 其實立法院就有開過相關的公廳會 那有很多這個立法委員 也都參與跟民間的這些 團體也參與 來制定這個法案 然後其實這個五月就開始在談 那第二個是說 反送透法為什麼現在要趕快通過 有兩個重大原因 第一個我們不知道香港的情勢 這麼的危急 我們不知道香港現在正在上演 過去國民黨對所有全台灣人民 所實施的戒嚴的這個白色恐怖 那所以我們現在大家看到 哇原來一國兩制是這樣 原來中國是利用 包括假訊息假消息 這樣操縱台灣的選舉 然後操縱台灣的民主選舉 寄生在民主的制度之下 然後透過這些紅色媒體 不斷渲染擴大 然後危害我們國家的安全跟社會安寧 所以當然反送通法趕快通過 不然難道到下一屆 整個這個法案歸零 然後讓吳思懷這種 但現在一通過了 但現在來一次操作就說 哇好像跟中國接觸一下 就有違法 這不太誇張 我覺得這完全也是國民黨的一個 說什麼跟他們 什麼親屬有政府官員 一碰觸到有接觸 其實這完全就是國民黨的政治操作 而且竟然把反送通法 講成說是用戒嚴 戒嚴是對國內的不同政團的 這一種異己來進行整肅 可是反送通法非常明確 就是針對所謂的境外勢力 跟中國跟任何要顛覆 我們台灣中華民國民主政權 最重要的一個重要的條案 不過因為那要明據嘛